2019年3月10日 在经过一周漫长的等待 我终于拿到了法国长期居留证 一天后 我告别了家人 告别了我的孩子 我的狗 告别了我熟悉的家 踏上前往瑞典首都斯多哥尔摩的路途 我知道 在经过三次转机 27个小时13000公里后 我将遇到我的 那是在我成长的三十年中 无故横迁梦涨的大海 也是我生然的梦 我知道 这一次 我将属于我自己 我叫 生然行长